近有位同学乘坐航班时 发现机场上或大或小的客机 机翼下面都装着几个长条形的盒子 机翼放出时还会跟着下篇 临座大妈健壮不屑地说 好好的机翅膀用这些整流罩简直话舌添足 这让同学更加疑惑 想知道机翼下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需要用几个大罩子来整流呢 其实这些罩子里藏着机翼收房机构 看起来还些许有点复杂 为了深入了解这套机构的工作原理 我们先去一处电影拍摄现场 只见摄像师背着一套斯坦尼康机械臂 它不仅能支撑摄影云台的重量 还能减弱行走的震动 使画面具有优良的防抖效果 将机械臂展开 这其实就是用铰链连接的 两个平行四边形框架 每个框架里都装有一根粗弹簧 无负载时处于拉伸状态的弹簧 会使框架两端受到拉力 而形变折叠到达最大高度 装上云台和摄像机 框架受压就会向下行变 将弹簧拉长 此时调节弹簧异端的旋钮 将框架的支撑力调节到 稍小于云台的重量 使云台的下落时间维持在3到4秒 这样机械臂不仅能代替人手 承受绝大部分载荷 并且两根弹簧还可充分吸收 人体行走的冲击 使云台的抖动非常轻微 但只有使用重量轻且刚度高的牛叉材料 才能让机械臂稳定丝滑 所以斯坦尼康看着简易却价格不菲 而飞机的机翼收放机构 也同样利用了高刚性框架的行变原理 只不过其构造和动作都更加复杂 现在把两个机翼整流罩之间的机翼 给它掰下来 从形状看 掰下来的这块后段机翼 包含几片翼类以及蒙皮 翼类后缘的凹陷正是用来放机翼的地方 首先我们找到一片整流罩残骸 先装回去 这样就可安装固定框架 并给框架的轴孔 连一根张力量 然后在翼类上也固定一个框架 上面的轴孔连接驱动摇臂 该摇臂和后张力量之间用压杆连接 接着在整流罩里安装液压马达 让它通过万象节驱动一根滚珠丝档 丝档上套着的滑动端可通过脚链驱动摇臂 启动液压马达使丝档旋转 发现罗文会迫使滑动端里的滚珠运动 以此推动摇臂摆动起来 并通过压杆带动后张力量同步摆动 现在把前金翼嵌入异类的凹槽 它的支架孔位正好和摇臂的下轴孔连接 再给这片金翼装个带倒轨的支架 上面的轴孔通过主连杆和后张力量末端连接 连接完成启动液压马达观察 在滚珠丝档驱动下 摇臂不断向后摆动 使金翼的前轴孔后移 同时压杆又推动后张力量向下摆动 迫使金翼的主连杆一边向后旋转一边向下移动 于是金翼就后退下沉并旋转抬头 这不仅使金翼的面积和弯度增大生理提高 同时还露出了开缝 使金翼上表面获得更强气流来推迟分离 进一步增大的可用营角 但这还只是半成品 将其收回后 再给它的后原凹陷处安装后金翼 该金翼的支架上有个小轮子 正好可以卡在前金翼的倒轨里前后滑动 为了让它同步收放 需要给前金翼支架装个小号摇臂 并给两端都装上后金翼推杆 分别连接驱动摇臂和后金翼前缘 现在基本大功告成 启动液压马达 只见驱动摇臂不断牵拉小摇臂 带动推杆将后金翼沿滑轨顶出 使前后金翼之间也露出开缝 于是增生效果进一步增强 如此一来 笨重的客机就在双缝金翼的加持下 具有了差强人意的低速飞行能力 最后再把剩下的半截整流罩装回去 但为了不碍事 只能跟着放出的金翼一起下篇 因此这个罩子虽然累赘 但不可或缺 而要平稳丝滑收放 还需要多套机构共同驱动金翼 所以这些罩子里的东西 就和斯坦尼康一样 虽然看起来构造简单 但其材料和做工 却会劝退很多玩家